千刃雪竟然要让唐三尸骨无存 观音泪这仇恨直拉的可太大了 在253集的预告中 我们能看到唐三都开始打动盾地逃跑了 可见唐三的观音泪是彻底将天使神惹毛了 千刃雪堂堂天空霸主天使神 竟然要和唐三玩挖地动的游戏 论挖动唐三还是得跟罗锋学一学 罗锋可是这一行的专家 唐三的杀手锏都快用光了 这次被千刃雪追到 挂王唐三还有何杀手锏呢 那就是大名魂魂赋予唐三的第二个技能了 大帝之力 控制大帝的力量为自己所用 这就是唐三为啥要遁地的原因了 哪怕是唐三遁地也逃不过此时炸毛的天使神 千刃雪是心境的天使神 内心是无比高傲的 唐三施展的观音泪贯穿了他的心脏 这无疑不是在打他天使神的脸 刚晋级成神就被打脸 神的威严扫地 天使神此时的心情可想而知 也难怪再次追上唐三后 便喊出要唐三尸骨无存 千刃雪咬牙切齿 他已经不能容忍唐三了 之前 千刃雪在和唐三对战的时候 还在顾忌自己的面皮 他不愿先使出魂迹 毕竟自己是神 没成神的唐三在他面前 也就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凡人 可是现在的千刃雪已经完全没有顾虑 他也不管什么以强凌弱 动用神的大招也要干掉唐三 可身为主角的唐三怎么可能就此挂掉 唐三身后还有两位大佬护着 一位是海神一位是修罗神 天使神必然不可能将唐三机杀掉